快速开发,高效运行都已经介绍完了,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了最后一个大的板块,就是安全。 我们来看一下本套课程我们将要实现哪些安全功能。 首先最基本的,也是最容易实现的,就是把我们的应用部署成https的形式,因为它已经是进行加密传输的。 这个我们全部开发完成之后,只要部署改成https形式就可以了。 我们接下来这一章就是主要讲解一下RSA的签名实现。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什么是RSA。 RSA算法是一种非对称的加密算法,所谓非对称呢,就是指该算法需要一对密钥。 其中一个进行加密,需要另一个才能解密。 密钥分为公钥和私钥,私钥是自己保存,公钥可以公布于众。 看完理论说明,大家可能还不太明白。 现在我们就通过Alice与Bob的经典爱情故事,来演示一下RSA加紧密语签名艳签的过程。 Alice与Bob是异地恋中的情侣,所以需要经常通过书信来表达自己的思念之心。 大家也都知道,有些甜言蜜语肯定是不想被别人看到的。 为了方便私密通信,他们需要申请RSA的密钥队,也就是私钥公钥。 在正常通信之前,他们需要持有对方的公钥。 这个获取的过程可以使他们自己进行交换,也可以在专门的机构查询到对方的公钥。 因为公钥是任何人都可以获取到的。 现在Alice就可以写信了。 写完信之后,就可以使用Bob的公钥进行加密。 也就相当于对这个信加了一把锁。 只有Bob收到这封信之后,使用自己的私钥进行解密,也就是打开这把锁,就可以看到信的内容了。 其他人收到这把锁呢,也就是一把锁,他们看不懂里面的内容,因为他们打不开这把锁。 现在有一个问题,锁不是那么轻易加上去的,这个加锁,开锁的过程是需要时间的,也就是有性能消耗的。 而且性能内容大小,也有一定的限制,这个跟密尸队的算法长度有关系。 也有一些话,是让别人看到也没有多大关系,只要知道是Alice说的就可以了。 还有一种比加锁轻松一点的方式,那就是签名。 Alice写完信之后,使用自己的私钥,对这封信进行签名,也就类似于在这封信上面,盖上自己的章。 Bob收到这封信之后,就可以使用Alice的公钥,对这个信进行验签。 这个过程是使用一定的算法进行计算,如果能够验签通过, 就说明这封信一定是Alice写的。 这就是RSA进行加解密以及签名验签的过程。 我们来看一下,加密与签名两者主要的区别。 首先,加密的时候使用的是对方的公钥,而签名使用的是自己的私钥。 加密传递的时候是全密文的,而签名传递的时候包含名文和印章,也就是签名。 签名还有一个防抵赖的作用。 我们来看一下RSA签名与验签的理论描述。 也就是使用私钥将名文进行签名,生成密文串,与名文一起传输。 对方收到数据后,使用公钥对名文和密文串进行验签。 如果验签通过,就说明第一点,数据没有被修改过。 第二点,这些数据一定是持有私钥的人发送的,因为私钥只有自己持有。 这也起到了防抵赖的作用。 我们来看一下使用RSA签名与验签所需要做的工作。 第一个,就是我们最好能把签名与验签的方法做成一个工具类,方便我们使用。 第二个,就是要生成密钥对。 我们肯定要有一对公钥和私钥的,然后才能用来签名与验签。 这个生成密钥对的方法有很多,我们可以使用密钥行,通过OpenSSL直接生成密钥对,也可以在线生成密钥对。 我们等一下演示使用在线生成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写一个实例,演示一下它是如何签名与验签的。 我们现在就来开始撸码。 因为RSA的公钥和私钥都使用了Base64进行了编码。 所以我们要把Base64的编解码的依赖包添加进来。 我们写一个RSA的依赖。 我们使用Apaq提供的Base64编码解码的功能。 Commons,CodeC,Commons,CodeC,1.8。 我们把RSA的工具类放到UTO这个模块下面。 所以我们在这个下面添加一下依赖包。 CompareLabs.rsa。 刷新一下。 我们新建一个类。 RSA UTO。 我从其他工程里面复制了一个UTO过来,我们粘贴在这里先。 我们看一下这个工具类里面,只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验签,Verify。 另一个就是签名,SUN。 我们看一下,验签的时候是把名文和签名结果,以及使用公钥进行验签。 签名的时候就是把名文和私钥放在一起进行签名。 这些写法都是固定的,一般这个工具类都是从别的地方复制过来的,或者是网上搜索下来的,因为它的写法是固定的。 所以大家记住这样写就可以了。 我们就使用之前工程的工具类就可以了。 我们工具类创建好了。 现在我们就在线生成一个工钥队。 我们打开浏览器,在百度里面输入RSA密钥在线生成。 随便选择一个都可以在线生成。 我们就选择这一个。 我们选择1024位以及PKCS8。 证书密码不用写。 这些都使用默认的,直接生成密钥队。 它就帮我们生成了工钥以及私钥。 我们来创建一个测试类。 测试一下RSA-UTO是如何签名验签的。 我们在测试在码目录下面。 创建一个Bob.com.amook.utube。 创建一个类。 RSA-UTO。 Test。 测试。 测试。 加签眼签。 我们先定义两个变量。 保存一下我们刚才生成的密钥队。 STATIC。 STATIC。 FINAL。 STREAM。 FI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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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随便输入一个字符转 admooc 我们接收一下它的签名 sign 等于 rsautube.sign text private key 答应一下这个 然后我们再答应一下 验签的结果 rsautube.mervate text sign public key 我们执行一下这个方法 看答应结果是什么 我们在控制台看到 这么长一串 就是签名的字符串 这个true就是我们验签的结果 也就是使用公钥私钥相对应的密钥队 是可以加签验签的 我们来看一下验签的时机 什么时候验签 第一种是使用拦截器 我们拦截到调音方的请求 然后请眼签 但是这会有一个问题 我们的下单请求使用的是post 这种请求方式 如果在拦截器内要想获取到 名文也就是请求参数 必须要读取报文体 其实它是一个IO流 只能读取一次 如果我们在拦截器内读取了 在controller里面我们就获取不到这个 请求体了 也就是不能使用Spring 帮我们自动解析请求参数了 这样使用起来就有一点麻烦 有一点不方便了 所以我们使用第二种方式 AOP 也就是面向切面的编程 说起来呢 概念还是挺多的 比如横切关注点 切面 连接点 切入点 通知 目标对象 置入 引入 这些概念比较繁多 比较琐碎 有可能你对这些概念并没有完全理解 但是使用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 如果你不理解AOP呢 就好像没有学过Spring一样 建议还是找一门Spring的入门课程学习一下 毕竟这是Spring里面比较核心的技术 我们来看一下验签的过程 第一步 调用方在请求头中传递AuthID以及SAN AuthID是什么呢 就是授权编号 它是我们分配给调用方的 也就是我们用来进行前线管理以及访问统计的 我们可以强制要求调用方在请求头中一定要传这个参数 然后 我们使用AOP机制在执行实际方法前 根据授权编号获取到对应的公样 再根据名文和签名进行验签 如果验签通过 也就是说明这些参数 没有被修改过 并且是真实的调用方调用过来的 我们就继续执行 否则我们就抛出异常返回去 我给你误论了 我给你误论了 我给你误论了